所以我是昨天从台北到了香港 一看电视 我才知道世界上现在在搞什么 我看见咱们的 听说还是大股东之一 第三大股东 第三大梅独 莫多克 还碰见我曾经跟他一起在沙滩上聊天的邓文迪 是吗 原来在咱们公司待过 邓文迪原来在我们公司做过 你来晚了 我来晚了 你来晚了 你来早了 说不定你今天就在那当子弹 没错 想当年邓文迪跟着我们公司同事 借了一辆游艇 我们出去玩 我穿着游泳裤 她穿着游泳衣 我们大家在沙滩上还玩 那时候的她 你感觉她就是这么强硬 他们现在形容彪悍的女生吗 倒没感觉 当时我对这个女同事 因为他们说她是什么香蕉人 还是外国来的 我当时感觉就是特能说 你知道吗 就是特泼辣的一个人 就说话挺快 我就昨天看这个新闻 当时我正跟我们制片人张力 在谈怎么把节目办坏一点 怎么在谈 突然间我说 老妹晕倒了 老妹晕倒了 这待会再说 因为我看的是外国的那个台的直播 外国那个台 突然我就见到她儿子 因为我看不见那边 突然我见到她儿子 就这样一下 然后这个画面就停了 就暂停 暂停直播 为什么呢 这就说明人家外国的电视台 是不是还是有点道德的 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看的是服饰电视台吧 是她的电视台 是吗 她不想让她出售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你看照片 我当时以为老妹晕倒了 你看就是 后来我才知道 你看这是后边那个邓文迪 邓文迪坐中间 邓文迪 然后现在说网上还在流传一个视频 这个送信找到 我都没看过 咱们可以看一看 听证会本来进行得好好的 莫多克和儿子詹姆斯正接受问讯 但突然出现戏剧性的一幕 莫多克遭到听众席一男子袭击 詹姆斯当时就震惊了 身穿方格上衣的男子 拿着纸碟向莫多克交过去 邓文迪反应灵敏 一巴掌直接甩向袭击男子 其他人更看傻了眼 看慢镜 城市排球手的邓文迪很火大 其身一记重扣 这个彪悍的回击 宣告他在排球界的完美付出 突袭导致15分钟休会后 莫多克只穿衬衫 邓文迪仍坐在他身后 老婆这下摇身一变成为保镖 莫多克超有安全感的有没有 超有安全感 这一定是台湾的 台湾新闻的新闻 这一定是台湾的 因为你知道我爱台湾 好 现在又婷来说说 他要主动要求要说这个 而且还不是说莫多克 他羡慕邓文迪吗 为什么 你当年如果早点来凤凰 你就有机会 没有人家说 今天我看那个周玉君回了个微博 就讲得特别好 他说以前人家说是邓文迪赚到了 因为嫁给一个 全凤凰的女同事都这么说 对 都说赚到了 嫁给你这么有钱的这个媒体大亨 他说其实是莫多克有远见 知道在他80岁的时候 怎么他今天他说 他昨天听政会上说一句话 这是我人生最卑微的一个时刻 你看拥有这么多媒体人 我在这边要被你们言行拷问 我现在变成过街老鼠 人人海打就是他最卑微的时刻 他的老婆强大了起来 在他后面 相信 所以我今天在想 他打这么一 这么一个反应 这绝对是一个反应而已 他这么一个重扣 这是本能 绝对不是巧作 或者是演给你看 说我多爱我老公 那他这边一个重扣 我第一个摊到的时候 其实我并没有像网民这么激动说 哎呀他这个巴掌打得怎么那么小啊 什么之类的 我这感觉是我也会这样做 但是我就后来要直接眼神想 你觉得这么一个重扣是爱情啊 还是只是一个女性啊 就是保护 我坐在这里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老公 保护是后者 好那个好弱小啊 这个时候 然后我其实本来就已经武装自己了 虽然我坐在后面 穿着香奈儿礼服 我非常优雅啊 还是个大亨夫人啊 但是我的心里面是觉得 他已经是个垂垂老矣 今天的老人家 所以他那个保护的心情 让他有这个反应 不是爱情啊 只是一个母性 没错 可是我我觉得不是吧 因为我看到昨天 那个整个听证会 不主张这个 因为我看他那个听证会 我觉得莫洛克 一点都没有示弱 他表面说 这也就是他最humble的一天一辈子 但是事实上 他还在拍桌子骂人 然后人家说 骂这些议员啊 然后人家说什么 他都不认 他说我完全没有责任 他还是表现得 非常的霸道而彪悍 那是不是一个老人家的stopper 就是那种固执 不是 那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像大国民那个戏里面 那种大亨一样 CTCK一样 就是他莫洛克 是一个非常霸道 非常强势 就是这么一个大亨 要不然他怎么 媒体集团 怎么会搞成这样 虽然说还是我们第三大股东 但哪怕他还是第二大股东 所以我那时候在做节目 是就骂他 因为我向来很讨厌他 他根本就是一个 媒体垄断的一个帝国 然后他的旗下的所有的报纸 在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 几乎发的社论 是一个字都不改的 共用一篇的 对啊 他就是坚决的是一个鹰派 然后非常崇尚那种鹰派的那种主张 然后在世界各地都是煽动自己的媒体 像美国的服饰电视台 那个政治议程是非常清晰的 现在不是奥巴马干 最让奥巴马气死的就是这个服饰电视台 就是他的电视台 但是这个是挺可怕 就说是牵连出一个问题 就是包括中国我认为也有这个问题 谁来监督媒体 对吧 特别是如果媒体整合成一个垄断性的 一个老板的时候 那家伙是 不过我觉得这一次英国这个事情 你看到 他很多人就说看到了 所谓自由媒体 自由市场 媒体也会干坏事 没错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 正因为英国或者美国 仍然有一个比较相对自由的媒体市场 是相对而言比较自由 这个事才能揭发出来 对不对 假如真的全是一个老板 这个事不会搞成这样 但恰恰因为今天 你莫多克势力再大 你不是这个统一天下 并不是所有英国的报纸电视台 都是你旗下的一个子企业 这个事才搞得出来 所以在任何行业都要展开反垄断 反而垄断这个事 总是不太好 而且其实这件事情我认为 这并不是 有人说也是什么政治阴谋 可能是他在要收购Sky TV的时候 这段时间有人故意把这个事情 在这个点报告出来 但是我的想象是 因为他们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 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媒体 窃听的一个部分是受害的 一般民众的窃听电话 甚至串改了他们整个法院的一个记录 所以我觉得他是惹到了民众 那就像你说的什么人监督媒体 我想政府介入或者是议会都不适合 永远都还是民众 就是你手上的这个遥控器 永远是可以决定这个媒体的方向的人 所以我一直觉得 当人民一个国家人民 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媒体就会进步 我觉得他再次验证了 我最近研究的课题 就是因果报应的原理 我认为因果报应这件事是有的 你知道吗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艳福不能想的太过 对吧 太过没有 是邓文迪 不是 我没说 我讲的是其他的 艳福不能想的太过 我说这个162年的小报文化 你挖了多少个人的隐私 对吧 你这么多年来 你挖了多少个人的隐私 因果报应不是民信的 它是可以用数理逻辑去推算 只不过这个运算量太大了 对吧 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识邪 这说的既是被你接隐私的人 可也是你自己干这种事 你有一天会踩到界上的 对吗 这报应 120年 毁于 不是 162 对吧